祝点赞投币的宝贝 逢考币过迅速脱单 上个视频又被删除了 然后 现在好像管得比较严 不管我拍什么东西 它总是很容易围固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黑白王蛇 这个是不是特别漂亮 感觉它好像是那个小冰雹 和那个黑王蛇的结合体 这条玉米蛇刚刚配完皮 没多久 颜色比较鲜艳 然后这个就是小冰雹啦 小冰雹是纯白的 看一下 是不是特别漂亮 再看一下那个小黑王 这个小黑王跟那个 纯白的那个小冰雹结合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了那个 小黑白 黑白王蛇 进去 这条蛇其实长挺大的 我发现 小樱桃好像快要灰皮了 确实身上的颜色都变得灰不溜秋了 没有以前那么鲜艳的 我把那个金色的这个角娃给弄到这边来 这个是皮卡丘 然后 这个是草莓来西 对了 我们家的那个蜈蚣好像爆卵了 这一个海蓝剑角蜈蚣爆卵了 而且那个卵都已经快要孵化好了 好像 我感觉它那个卵 是不是快要孵化好了 一颗一颗的黄黄的卵 现在都已经开始变成长条长条的了 哇塞 掉了一个下来 掉了一个下来 这肯定是一个小蜈蚣 这绝对是一个小蜈蚣 我的天啊 看到没有 透明透明的小蜈蚣正在发育 到时候会生出好多小蜈蚣 妈也想着还是有一点恐怖的 这个 它把那个小蜈蚣都抱在怀里 这个就很神奇 好了 我是你们的大海老师 喜欢爬虫小动物的 别忘了双击这个视频 然后点上关注 如果你们很喜欢这些小动物 想要饰养的 可以去联系一下主流的宠物客服 然后那个 别忘了关注一下 下一个视频更精彩 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见证 这个小蜈蚣的出生 好吧 拜拜 拜拜 点个关注 不然我亲你了 你别笑